大家好是好 我是葉悅 你笑屁啦 我笑屁笑 大家好是好 我是葉悅 那你今天要開箱的東西是 哥吉拉怪獸之王2 怪獸之王2哥吉拉 好啦 反正就哥獸之王2啦 我剛剛本來想說哥吉拉世界也靠黑 差那麼多不略的世界 哥吉拉世界是雙角 大家好是好 謝謝 我們今天有開箱的東西是哥吉拉 怪獸之王 對 然後他這次是兩次嘛 然後可是我不知道這次是 他有兩款AB款 大家看一下AB款 他上面這應該是 就是哥吉拉的一色 然後 他的B款就是 吉兜拉 然後還有一個更不解的就是 他這次的 哥家是做這種稍微Q版 他這 基督阿包包就是做 原本版 喔 不是兩次應該都是Q版的嗎 對啊 奇怪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 拆開吧 好 好 那他的配件就是這樣 嗯 然後我的哥吉拉就兩 嗯 他還沒什麼可以穿的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一個本體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做什麼 算小喔 然後你這邊有好多位 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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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翅膀跟翅膀是合在一起的 翅膀 翅膀 哈哈哈 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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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把它組完齁 那我其實只有本體跟底座,蠻簡單的 那你這邊是還蠻多東西 對,還有翅膀嘛,尾巴 他那尾巴跟翅膀是合在一起的 然後還刺刺的 對,還刺刺的,很痛 然後你還把它咬著這個 剛剛看一下它的圖片,它是支架 對,支架 還是放在機器這裡 對,放到導動那邊的 然後我個人是覺得沒有什麼利用 因為這個會掉 它其實很穩,說實在壓下去那順就是很穩 壓下去那順它不動如殘 對,沒錯 現在來到我們的細節時間 我們首先先講的是王者GG啦 好,那它這次是做那種 比較簡略版的 縮小版 好,那剛剛也有讓大家看一下它的配件是四個 然後 它的刺膀跟尾巴是連在一起的 沒錯 然後底座是做這種 好像是那種 城市的廢墟吧 對對對 然後它這個上色 我覺得 還蠻普通的 因為畢竟它是大面積上色 對 它唯一有一個變化的就是 它翅膀裡面 有做一個黑色的配色 是要做一個陰影的感覺 對,像這樣子 那其實也 看起來沒有什麼崩壞 尤其它這個龍頭 我就覺得做的蠻帥 這個東西還能做到崩壞的都是蠻佩服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的王者GG啦 好,那我們現在是基多拉部分嗎 因為 對 我知道了 再來就是我們的本片最佳男主角 沒錯 哥吉拉 哥吉拉 對,那因為我們本片的最佳女主角 是還沒有出來 就是我們的摩斯拉 所以剛剛很生氣 嘴巴長那麼大 對啊 喉嚨會不會乾啊 好,我們可以看到哥吉拉 它顏色的部分就都是黑色 對 只有它的背棋沒有做那個藍色 它不是背棋會變藍色 哦,那它要放絕招的時候 對啊,可能毀滅的噴色白光 對對對,可是它除了藍色還有另一種顏色是紫色 可是因為這次是怪獸之王 有一部是哥吉拉入侵日本 然後它不是有做一個進化的動作 對,你有看那部嗎? 沒有,我很少看 那部是 再說因為有一個博士 他研究哥吉拉 因為哥吉拉它是一個算古生物 然後從小就是吃核能 就是核垃圾長大 在那部電影裡面 它一開始就不是這樣 它一開始是先串出一條尾巴 然後之後以四角爬蟲類的方式登場 登入日本 然後登入日本沒多久之後它就站起來 很有精神的 對,很有精神的就站起來 然後站起來就過沒多久它發現 它還沒有進化完整 它的散熱系統 還沒有好 對,它沒有裝上那個散熱方法 對對對 所以它又回到海裡 水冷嗎? 對啊 它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它就變成哥吉拉的樣子 然後登入日本 然後最後在日本的打擊之下 結果發現日本發現他媽打不贏 我知道 皮 打得到皮癢癢 對,我知道 這我知道 對對對,然後後來就是摳 他們就摳美 然後美國就派無人轟炸機飛過來 直接穿甲彈打下去 然後哥吉拉就噴血 然後哥吉拉一怒之下 就放它的那個放射熱線 對 那它那個時候放射熱線就是 它的背脊是一個紫色 對,就跟《怪獸之王》不一樣 對,那這就是題外話 因為我還蠻喜歡看《怪獸之王》的電影 對,因為很喜歡《怪獸之王》 對,因為很喜歡《怪獸之王》 我們把話題拉回來 它的頭其實跟電影裡面的頭是一樣的造型 對,是一樣的造型 它其實不算Q版頭 不算Q版,是身體 它其實它的嘴巴裡面 牙齒跟舌頭 都做得蠻細的 你說它牙齒舌頭 我覺得它這邊也做得很細 它上色也上得不錯喔 說實在的真的 做得很棒 很像真的是那個口腔的感覺 然後 它的底座 地台也是做那種 城市的那種座區的感覺 跟西多拉是一樣的 對,它們兩款是一樣的 那再來我們看到它身體的部分 因為它身體那些 零片什麼的都有做出來 然後它這邊 背棋這邊 它刻畫的還蠻深的 對,它刻畫的很好 好,那以上是我們哥吉拉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就是討論一下 那我們這隻哥吉拉 我覺得做得還不錯 只是它真的就是一隻西伊的感覺 它就是一隻大西伊 愛狀飛 沒錯,然後 因為畢竟它算比較Q版 我是覺得沒有那麼可愛 我覺得是還蠻帥的 都會幫我看 都會幫我看 然後它這些什麼靈片啊 一些就是那種龍靈 其實是有做出來的 我覺得還蠻用心的 我覺得都覺得這隻凱文是有種被邊緣的 他每次頭都會往另外一邊轉 對啊,每次頭都往另外一邊轉 就雖然就是往這邊 然後這一隻伊的就是往這邊 就很奇怪 就很奇怪啊 覺得好像它是三顆裡面的邊緣 好像是那種 我覺得它不是有富搖嗎 我覺得 那裡面有一段有富搖 有的,因為他們剛出現 然後 因為它這一顆是發二世音 然後它就是太郎 然後是二郎 那凱文 那二郎跟凱文 可能 剛跑出來覺得 我幹這哪裡啊 酷喔酷喔酷喔 然後就不受控 然後太郎就沒收 然後就 說什麼啊 回來 對對對 然後就被咬 好可憐喔 雞豆的話它比較多 就比較多組裝 它的翅膀 嗯 要組裝嗎 它翅膀跟尾巴是連在一起的 嗯嗯 對 然後很刺 嗯 組的時候很痛 很痛喔 很痛喔 你每次都拿一些 比較 七八和一三組 我覺得是你一進步 還是我分配的 還是你分配的 呵呵呵 其他的話怎麼講呢 它也不是Q版欸 它就只是 縮小版 對 它是縮小版 可是它不像 可是那個哥吉拉 它還有把它的脖子弄短 對啊 我覺得它還反而比較Q 它比較Q 它這個就是 只是縮小版的感覺 嗯嗯 對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他按讚訂閱一下分享 那也不要忘記去開啟小鈴鐺 跟點贊我Fastbook的粉絲吧 你是QQ你 我是阿豪 我是葉月 他是QQ月 拜拜 拜拜 小鈴鐺 小鈴鐺 我覺得 是